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乐生活家 轻松过生活 大家好 我是某某游佩轩 上次我们做到了一个露营的专题 关于怎么样挑选露营地 怎么样准备这些露营设备 有很多观众朋友都热烈的反应说 哇 这个话题应该多聊一点 所以我们今天再次邀请到了 露营达人Walter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今天要带着大家来盘点 纽纤兰最棒的露营店 不过我们今天先从北岛开始 让我们欢迎Walter 大家好 谢谢 对对对 你现在走到哪大家都在录营达人 开玩笑 然后我上次录完节目 刚好又去了一次录营 然后有两个一见面就说 达人来了 我说 我说你也 喔 你看电视了 说明我们的观众朋友 真的很多也很热烈 真的非常谢谢您的到来 而且其实刚刚Walter讲完 我们上次录完节目以后 他中间已经在录营两次了 你看是不是达人 那今天我们要做到这个录营的评点 我们要做一个评比 当然有些评比的标准 对对于你来说 一个好的录营地要符合哪一些标准 我觉得 我觉得位置是几乎还是很重要 因为位置方不方便 不论你去的距离 因为我们有时候录营 除非你特别去请假 要不然你的地方你会希望 你如果礼拜五去 你礼拜五当天能不能到 有时候我们可能是下班去 或者中午去 那以北岛来说我们大概可能在三个小时左右 我们都还可以过去 你说下班四五点过去还可以再到 对 夏天 那有些地方如果太远的话 虽然它很不错 可是就会有点困难 就说 所以我觉得地点是一个还蛮重要的地方 是 因为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是 那第二个就是说 露营的地方的一些基本设施 是 像譬如说你说那个地方有没有电 对 有没有电的话会影响你很多的准备 做饭啊灯啊都会影响到 甚至暖气 对 举例你大概知道前几周天气很怪 是 然后我们就去了一个营地 应该是夏天的 然后 就很冷 对就很冷 可是夏天去录营 你们也会带热器去啊 如果它是有电的地方 然后有比较风 其实一二月我是觉得不大需要 但是到了夏天的时候 有些人就会开始做这个准备 可能到四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要准备了 对因为 热器它那个小的热器 像薰热器来说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让你的 它吹吹它并不是真的需要一直吹暖 而是把那个湿气吹掉 是 对那帐篷会有点潮湿嘛 对 它那只要一吹个 十来二十分钟 你那湿气一满 那个房子一个晚上就是 像个暖炉一样 是 所以差距很大 是 然后 所以如果它那样有电的话 你就可以去那些地方可能稍微 甚至潮湿一点比较凉的地方 你都可以选择 所以我觉得有没有电也是另外关键 对 那但是通常来说有电的地方 通常可能是比较人多一点 没电就是比较 郊区可是人少一点 DOC那种 之类 对 所以这一点就是要做另外一个考量 是 那第三个就是跟你 我一直说好 同行的人 他能接受的程度 对 因为大家要先沟通好 对 像我就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厕所 对 像譬如说这事 像很多女生 像我太太可能是洗澡 对 她们会觉得这很重要 对 她就像 我记得上次你说过 你不想黏黏的去教 对 然后 对 这就是每个人的重点 就是说这个地方 要不要能符合你的最低需求 是 然后 其他方面 我觉得都 都可能是其次了 我觉得 对 就是像是地点 然后这个基本的设施 设施 有没有电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每个人能够接受这个营地的程度 是 那当然我们今天推荐的地方 除了这些都符合之外 还有就是很漂亮 有些地方还有 例如说可以冲浪啊 滑沙 我觉得特别好 对 我们待会可以一个一个介绍 给大家看一下 好的 好的 好那现在我们开始做评比了 首先来看到第一个营地 然后它的名字叫做什么 那第一个是 这排名不分线后 这是叫Omana Regional Park 对 它其实这个地方应该 很多人大概去过 它的Regional Park的那个地方 对 它就在Beachland 就是接近 福尔摩沙那个高夫酒厂 是那蛮近的啊 很近 奥克兰吗 对对对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很适合 我礼拜五下班 对 我以前有个同事就说 他下班说 I feel like go camping tonight 然后 然后 然后我就说 哦 然后他就说 所以他说 有些你要有一种很近的点 对 我决定现在去了 我甚至就可以走了 是 然后这个地方因为 它 你可以什么都不做准备 是 因为他旁边 Beachland有 Countdown什么东西 他其实就是几分钟 他就 他跟我建议过 我觉得你可以叫 Uber Eats啊 你说的没错 他这个地方就是 你可以就说 我回家临时出发 我半小时就到了 只要有帐篷就行了 对 然后你可以什么都不用准备 然后就直接去 然后就可以过一个weekend 那我觉得这个地方 他虽然是 Doc的 Doc的店 对 可是 因为他实在很近 所以我会觉得 他还蛮适合 有些人说 想去Doc的时候 用这点来尝试 因为如果 说一句实话 我有朋友去过的时候 他那天不好 他就说我回家了 那就回家嘛 好 他天气很不好 那没有关系 因为他实在很近 对 所以很方便 对 就不会有这个压力 你就不会说 到时候怎么样 怎么样 然后我说 而且我说 他旁边有超市 所以你根本什么都不用准备 就漏了什么 赶快去买 然后真的遇到天气不好 我们就回家 对 也可以撤退 而且就像你讲 新手就可以拿这个地方 做尝试 对 测试像 譬如说Doc 因为Doc的东西就是 他譬如说都是凉水 厕所比较简单 东西都比较 Basic 然后通常是比较没有电的 对 那这个地方就很适合 在这个时候 你做一个Doc的尝试 哦 我觉得这很适合 新手 第一次要去Doc 露营之前 就先来Omana 挺好的 对 尤其你住在奥克兰的话 你就很适合在这里 真的很近耶 好 那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今天要推荐的 一个露营景点 OK 这个地方是 第二个景点是在 Waiake Island 哦 所以 也不远 也不远 理论上距离不近 但是要坐船 要坐船 对对对 对 所以我是 也是礼拜五过海坐船过去 但是 其实也是很 不会很远 因为你过去 譬如说不论从City 或Balkland Beach 坐船过去就到 那 那这个地方也是Doc的营地 然后但是我觉得在 它设施还挺多的呀 以Doc来讲 对不对 还有这种烤肉架 对对对 但是不要在下雨的时候做 我 会变煮汤是吧 不是煮不熟 因为它的火的威力不够 是 我那次 那次去的时候天气不好 就是现在你看到的时候不错 但是后来有一天 要我煮的时候天气不好 我要去煎香肠 撑着雨伞煎香肠 然后因为一直滴雨 那香肠煮了很久都煮不熟 是 然后我说我再也不买 没煮 生的那个香肠 因为煮熟要花蛮多时间的 对对对对 所以 那那个营地好处是 Doc的营地特色就是 价钱都非常的清明嘛 对 就只有没多少钱 就10块钱15块钱 那它的营地 我们刚刚有看到厕所 厕所还不错 厕所不错 它厕所是Fresh water 是 它厕所不是 像有些Doc是long drop 是 就是你知道就是 我上次讲的 我像毛坑式的 就是一个洞 那这个是有真正是冲的 对 所以它还不错 那它的水 它外面跟里面都有水 所以你可以冲一下澡都可以 是 哦 对 那可以洗澡 所以这个又是一样 新手的话要尝试Doc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这不错的选择 而且它距离没有很远 那那天我们天气很不好 那个周末就是狂风暴雨 我们去了 到后来 那我们做了一些附近的活动 能做的啦 那不能的 甚至我们就到镇上去逛逛啦 去酒庄啊 我到 你喝酒吗 一点啦 但是因为我带小朋友 可能就没有 所以我们 不能尽兴 对 我们后来去了 图书馆消磨了不少时间 对 那因为它在Wahake Island 所以其实也还蛮方便 是 它其实离市中心也没有多久 离Wahake Island 因为很小嘛 大概就10分钟 那但是你可以看到 它其实感觉蛮远远的 它晚上那边水其实很近 因为它虽然是 好漂亮喔 对 因为它是有点凹进去的一个地方 是 就一个弯 对对 弯进去 所以其实很 那时候我没有Pedal Ball 如果有Pedal Ball 凯亚 其实我觉得都很适合 就有水上活动可以参与 对 挺好的 对然后 它现场可以租吗 它不行 它那个地方还特别要求 它还要先把密码寄给你 那天我去的时候 那密码还不对 我还进不去 但当时打电话 那边讯号又不好 后来我是跟一个歌草的人 在那边问他 他就帮我把门打开了 我才进去了 要不然我还进不去那天 我还记得那时候有点 小小插曲 是是是 哇 我觉得这些插曲就是 日后美好的回忆 你在跟小孩子啊 或者是跟朋友在分享故事的时候 这些就是最有趣的 对你刚刚不讲我都还都忘了 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 又可以听到 太幸福了 好那我们再来讲到第三个录影点 其实我要讲一下 因为像我们的录影先手来说 如果说这个录影点 一开始刚刚推荐两个 其实都还在奥克兰 对 就有一个感觉就是 我们还在一个 我熟悉的环境内 所以有一种随时抽身 都没关系的心理准备 对 你说的 某某说一点没错 那虽然这两个是DOC 可是我觉得算是很初阶的DOC 对 所以我觉得很适合大家去试试看 是 然后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对挺好的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录影点 要再次强调 我们这次是不分先后 就是我们认为的十大好景点 对 那这是什么地方呢 这个地方叫Manga Firehead 它大概是往北一点 现在不会很久 刚出奥克兰一点 大概一个半小时 一个小时45分左右 是 然后它的好处是 它是有个内弯 对 所以它外面是 它外面的沙滩是冲浪的 对 可以玩 但它里面是变得一个 很平静的一个内弯 它是有流没错 它有涨潮退潮的时候 这就是你刚刚讲的 Pedal Ball可以玩 对 Pedal Ball 然后Pedal Ball 这你们家也有 这我家也有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理论上来说 只能好像本来做两个大人 可是你看其实也做到蛮多人 小朋友的话 可以多做几个 对就玩 那它就是像在对面的 这块地方就已经是冲浪沙滩 它的旁边 那它其实可以 它可以走过去 刚刚在录影点 走到这边大概就15分钟左右 对 然后甚至有些人用流出去的 然后通常对没错就是 吃饭时间 我们还带电锅 因为这就有电 对 而且其实刚才我讲的补充电锅 它有时候有电之外 通常都会 Halloy Park都会有厨房 然后厨房一定会有电锅 一定有插电的地方 是 所以刚刚Momo之前说过这些电 那他们有些人 就算你的位置没有 那 做好了拿出来也可以 是的 是的 我还包水饺 对那有些妈妈很厉害 他们就现场 这是我家老三 然后她很爱帮忙 所以她就跟着帮忙包水饺 太可爱了 对他们就帮忙 然后所以他们 对这就是说 露营的时候的一些乐趣啦 就是放慢脚步来做一些事情 对挺好的吃饭啊 玩水啊 滑沙什么都很棒 是 再来我们看到 这第四个推荐给大家的Park 这个就稍微 远一点点 但也没很远 对 这就刚 不到两个小时 对 它也不到两个小时 差不多两个小时之内 就是还蛮多人应该去过 Wai Poo那个地方 Cove 我好像有去过 抓螃蟹 但是不是露营 就是去玩 对 那边很多人是之前去抓螃蟹出名 我听应该很多人说 去那边 那她其实 正 她的旁边有一个 就是叫做Wai Poo Cove 的一个Holibah 这个是一个很 很久的一个营地了 对 然后我听过很多老外说 他们已经露营了 两代在这个地方 两个Generation 对两个Generation 对两代 就说这个营地 已经在了很久 他们好像说在 不知道对 大概在四十年前 可能就已经有在这边 四五十年前 是 而且我觉得她的营地 还蛮大 而且刚刚有看到 还有Playground 小朋友可以玩 是 通常来说Holiday Park 来说 不是Doc的话 嗯 它大概都会有一些 小朋友的Playground 的一些事实 那 它这个不能叫很豪华 就是很basic的 是 但它基本上 该有的有啦 嗯 那它的营地 它的营地 跟刚才那个比来说 没有刚才那个那么大 那好处 但是它是旁边 就是冲浪沙滩 然后它还会是 有些公共的公社的地方 哇 所以 如果你没有棚子 你还是可以去到 这些地方 自己去 对 那它冲浪沙滩 基本上就在 一走出去就是了 嗯 就是 基本上 营地走出去 三分钟 五分钟就到了 所以 所以 有些人喜欢玩这个的话 或是这些就很方便 对 就如果说它希望这次是一个冲浪主题的旅行 在夏天的话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其实就是想要玩的比较多 有些这种浪的话 那这边的话都是很 很不错点 而且距离也都不会太远 嗯嗯嗯 所以这又呼应到我们上次在讨论到说 到底要带什么东西 你就考虑到 现在比如说这次去是 可以去海边的 你就带一些跟海边有关的啊 那个body ball 冲浪板 然后小朋友现场就可以再多玩一些不一样的活动 挺好的 对 你说的没错 对所以也是可能就考虑到 家里人喜欢在那种山里践行的人 就选靠山的录影点 是 想玩水的就选靠水的 是 很好很好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下一个录影点 我真的看一看觉得很想跟你一起去 下次他还跟团 这是可以抓那个吗 Cako还是什么 应该都可以 我记得好像都可以 对你看有人拿桶子哦 是就是 那是我两个儿子 然后他这个是 Ruacaca Ruacaca其实 其实就在外部再下去十分钟 他们其实这几个 刚才我连续这三个营点 其实都是每间隔大概十五分钟而已 是 都在那个圈 对 就是在那一带 然后 好漂亮哦 对 他在营地上面下去 然后我说他这块是很 很安全的一块地方 对 因为他是很浅的 对 所以还蛮适合小的朋友 因为他那都很浅 他只是小溪流 然后出去都很平 然后这边沙滩都很慢 才会生的 所以他沙滩很长很长 很平缓 很平缓 那这种感觉真的不错 因为小朋友在那边跑啊 跌倒什么都不用担心 对 对 哇这也很漂亮 对这就是Ruacaca在另外一边 比较属于在玩 可能比较玩多其他活动的另外一边 他的沙滩非常的长 然后就是他的露营点是顺着那个沙滩 一路延伸出来 是 那你有提到说他是不是在那个 海边比较少的那个Site 对 他是因为他是一个长形的 对 他的长形就是每个 就是说你如果去看他的露营点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可以去选你要的露营的那个点 是 你是可以指定的 对 如果你常常他在露营的网站上 他会有一个叫Site Map Site Map 你可以看到他是属于宽形面海 还是长形 像这个他是他有块很好 但是他是比较长形 所以他直接面海的面没有那么多 那像之前Wipe 那就是整片都是直接面对海的 对 然后是隔一个沙丘 所以就是你可以在 然后你可以指定说你要选哪个位置 那另外有些位置热门 他就是按年在预约的 对 我们上次节目当中也有讲到 说为什么好像有些热门景点 总是预约不到 因为达人们都已经提前一年都预约好了 对 他会 对 就像我刚离开的那个地方 我如果要改期 他就说 那你就要等到三月等人家没有续定 如果你是续定一样时间 我现在就跟你定下来 他就是有一个叫做优先名单 或VIP名单 他就直接就定下去了 那如果说假设 我看到你们都已经把大部分的约好 假设圣诞节那么热门的时间 然后我就说好 我为了要一定要去 我约后年的圣诞节可以吗 其实太早了吧 那个很有趣你刚刚说的是 他们实际上 通常来说他那个点就还是优先给前一年的人 是 所以他必须把它放开了才行 他没有放开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我 我有一个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 营地如果他现在跟你说没有空位 不一定代表他整年都没有空位 因为有人会不同时间取消 你就会发现到很有趣 就是要保持联系是吗 对有点 然后因为他们营地很多不是很 不能叫说很 他们的定位系统不是很smart 他不会说我是第一个 我说我二月就来排队 那如果我 我就第一优先 可是结果二月的时候他是客满的 那个位置 结果到了五月突然有人取消了 他又会给你吗 他不会 他不会记得这件事情 这就是比较讨厌的事情 就是说 结果有一个人在 譬如说六月的时候来问 他拿到 你说为什么我二月的时候没位置 你六月有位置 原因是因为 他并不会真正去把他排在下面 他们的系统只是说 你定的时候他有没有位置 你当下有没有 没有就没了 对 你不会因为你先来问 我就下一次优先给你 不会 因为他们很多说一句实话 他们在很多 尤其传统点的他们很多地方 还是属于一种家庭经营的 他可能就是靠 判断在做 所以他不是很智能的 就是说他会去保留这个优先 通常只有保留去年那个人 之后就变得 所以这有点可惜 其实我可以想象 他们一定是现在谁先订阅 我就先给你 如果还要把之前记录记下来 先考虑到这些 那就变得麻烦了 很麻烦 因为会很麻烦 因为你可以说 他要问你 就你说我又改变 他要再去问第二个 要去问第三个 其实上对他来说都是 overhead 就是工作要做 是 所以这也是给大家一个小秘诀 就是如果说之前没订到 你有想再去 应该要常常不定时的去看他网站 有更新 有空位赶快就去抢 对对对 甚至你就是有时候要跟老板 我们叫说kimoji 就是把他关系弄好一点 就说你跟老板好一点 我有跟一两个老板比较熟 是 我就跟他讲 就说如果你有 我譬如我要几个 你可以留给 记得先留给我 那有一两个老板 你跟他不错 他还真的会记得 是 他真的还会记得 哇这小秘诀也记得 下次要请这些录影主 就是可能喝一杯什么 交流一下好吃的东西 送他一瓶酒 是的 好呀我们稍作休息一下 刚刚已经推荐了 五个录影景点 还有另外五个录影景点 要推荐给大家 稍作休息咯 快乐生活家 轻松过生活 大家好 我是萌萌游佩萱 刚刚已经请了Water 为我们推荐了几个 很棒的录影景点 他们离奥克兰都非常的近 那现在要推荐几个景点 稍微远一点 但是他们也是非常的棒 让我们继续欢迎Water 你好 好 我们再来推荐的 这一个录影景点叫什么名 这个地方叫Corey Coast Corey Coast 它是在西北 西北 往Dakavo过去一点的地方 那个地方它有一个 Top 10的录影区 但它是Top 10里面比较 Basic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录影区 大家有一个比较特别是 它是比较在山谷里面跟着西流的 对 所以它多了一个游戏可以玩 就是可以 水漂吗 对水漂 而且不用额外花钱 好棒 所以要自己带这个泳圈球 没有它会借 那很棒 它会借 对对对 它有它的借 然后 因为我刚想说 称子你们家有五个人 你要带五个这个圈 哪里装得下 对 这是粉丹队 然后你就可以玩漂 然后这个还蛮好玩的 因为它的水也不会太急 但是有一点点 又有一点点 又有一点点 波浪 漂浮流淡 对对对对 那等于说你光在这个营地 就可以玩这个 可以玩个半天 那如果天气热的时候 其实很凉爽 是 还蛮凉爽 而且就是还蛮适合 小朋友可以在那边玩一玩的 这个东西 对 那这是什么 哇 这个是 这个是在附近的 Dagava附近的一个东西 那 我只是上次去的时候 等于说在路上 就可以顺便去到一个点 你就把它的行程加进去了 对 我把它的行程加进去 因为行程加在这个里面 在那边 对 那那个地方就是 它Corey Coast的 它最大的好处就是 它 它是 它是比较在山里面 所以它比较潮湿一点 它点不是很大 可是我觉得它 它是离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 一个景点 是最近的一个 比较完善录影区 那还有它附近 有很多Corey Coast的 Walk 那个Track 喜欢走步道的话 它附近至少有三五个 都很好的 就是那种巨型的山木的那个 那都在那一带 所以那个点算是一个 比较 算是附近比较完善的一个点 对 因为Corey就是贝壳山 对 就是纽山的博宝 所以其实大家来到这边 都会很想要去看一看 那它这边是不是适合夏天去呢 适合夏天去 冬天的话我觉得就会比较凉一点 因为它 因为它我说在山里面 所以它变成说它太阳 几乎要到十点的时候 才会跑出来 是 因为它整个说 因为它被它的角度的问题 对 然后 我那次去的时候是Easter 就感觉比较凉一点 是 对 不过白天就还好 Easter玩那个水漂的话 会不会很冷 那时候我觉得还好 那时候还好 我觉得还好 然后如果不行 你就穿Way Suro 对 就穿水衣 对对 那种防寒衣 穿的其实是有帮助的 对对对 我真的觉得每次听你讲到这些地方 我就想我到底错过了多少 因为我都不知道 这个地方是 等一下我们下个景点 是因为那个原因找到 真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景点的照片 那这个地方可能很多人 我不知道 我第一次我记得看到这辆 凯瓦Eway Course 是在一个阅历上面 我也是在跟老外做一个 在上班的时候 然后老外刚好翻到 我们在讨论时间表 他就说 然后我看到这条 我说这条是太平洋的某个岛吗 然后 因为是白沙 对对对白沙 然后它是一个湖 很漂亮 它有几张照片在网路上 如果大家找到的话 尤其高角度看 根本就像太平洋的一个岛屿 然后它是淡水 它是一个湖 它是一个湖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都不是海水 是这是湖 这是湖的 然后里面有鱼 对很漂亮 而且它是白沙 你看到正那边都是沙 然后后面全部就是那个营地 在后面 那这个地方叫凯瓦Eway 它是毛利人以前的一个区 都会有鱼 因为它是一个湖 它想打造一个生态 对没错 然后绕着那个湖 有两到三个营地 一个是北边 一个是南边 两个都有各有特色 那但是那个地方就有个 有个情况就是 因为它很漂亮 但它是白沙滩 对 可是它没有遮太阳的地方 很热 所以在太阳下是一场很晒 对 不过那个地方 非常值得去 应该说你去过 就会觉得说 既然内陆有这么像太平洋岛的 因为它的湖的颜色是浅蓝深蓝 对 非常的漂亮 而且因为就是西向南 在这边我们看到很多沙滩都是黑沙 所以就是你怎么玩就觉得 感觉有点脏脏 即使它是干净的 是 然后我们就会想像说 哇在那种岛国 那种白沙 然后那种蓝色的浪 看着多美 可是在这边 它已经实现了我们这种愿望 对 然后加上现在又出不了国 对 那你刚刚说西晒也比较厉害 所以它就是适合冬天去呢 就觉得冬天就不会那么冷 可是一般还是夏天 因为都是玩水 对 那我刚才说那个 刚才前面的Corey Coast Top 10 如果说你不在这块地方露营的话 那块是最近的比较完善的营地 因为这边的营地是比较 比较像DOC的营地 它虽然不是DOC 可是比较单 也是比较简单 稍微原始一点 对 然后它那边通常会有个食物车 比如说每天会去卖一些简单的东西 可以做一些简单采购 买一些冰啦什么东西 但它大门都是没有电的 然后就比较原始 可是那家非常热门 因为那个点你只要去过 我相信你就知道了 因为那点实在太漂亮了 可是我们刚刚看照片 不是看对面有个小镇吗 难道看得很近其实很远 你说那个 那个实际上是露营区 那些不是 不是一个汤 对对对 那都是露营区 那全部都是露营区 所以我们看那一点一点是露营区 全部都是其实都是营帐 那边几乎没有什么房子 是 它真的很原始 对对对 它那边全部都是露营区 它那边几乎没有固定的建筑屋几个 对对对 我刚刚心里想说小镇就在那边去那边 汤中心 那个咖啡比较好 那等于是绕到中间往一边找 它是一边一个南一个北 原来如此 这个很棒 特别推荐给大家 再来看到这个地方 我终于有个我认得了 Leg Taupo的Holiday Resort 其实我也没去过啦 但是这是一个唯一认得的地点 这个是 我有很多朋友的大力推荐的一个地方 真的 然后因为这个地方称为 就他们大家称为叫 在纽西兰有澳洲等级的Holiday Park 所以是属于 最高级 所以它直接是用 它是用Resort 它直接就用Resort 对对对 它的那个公共设施真的很好 对它的公设 它的公设就是 因为我以前在澳洲也去过 所以他们通常最大的特色 就是有一个很棒的游泳池 对 然后那这游泳池还有大电 大的投影幕 对 可以看片 左边有看到 它就是放一些动画片 小朋友可以看 都有 它都有 对不同 对 然后它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 它就是一个很 在里面你就可以玩 就是这Holiday Park 它就是你可以在里面直接玩一整天 度假村的概念 对对对 有点这样子 对你看它Playground 也是设施非常完善 哇这个真的是度假村 对 它就是有很多这种 像是就是 他们说像那种你去导国 就是在铺里面的Bar 就是你可以直接在游泳过去点酒 坐在那边喝 对对对 很很诗情画意的这种 是 那它就是到晚上的时候也有 而且它的水是温水的 哦 它温水是温水 对刚刚你提到说 它是有澳洲等纽西兰的露营场地 对对 所以澳洲一般来讲 露营场地都比纽西兰好吗 澳洲的如果是以Top10 level 因为我去过 是 然后基本上对它都比纽西兰 豪华一点啊 都是在纽西兰的最豪华等级 对 乍部分都在 对对对 好吗 所以刚才我说 看到这个你就会觉得说 我就突然觉得 它这就是有那个level的 对 但我觉得这就是 你把它想像说 我带着孩子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游玩的概念 就像住饭店的感觉 其实我们住的是帐篷 可是 可是 它的附近的那种自然风景好吗 是 因为它就在淘坡市中心其实 哦 所以它另外一个优点 就是它的位置 它其实就在淘坡中心 所以你要去哪里都很方便 嗯嗯嗯嗯嗯嗯 不论 买东西吃东西去 是 逃拨湖玩 对对 都很方便 那 补充高某某说的 这个地方 除 你说像度假之外 它还有就是说 它有很多 除了非帐篷之类的 木屋啊 或摩托部 这个就非常的完善 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帐篷睡不惯 你就先从小木屋开始 对 然后或是说 有的时候你们朋友会有种综合的 对 因为有可能有两个朋友 他不愿意坐帐篷 或是他不愿意 那就是有限制帐篷 你们就可以mix match 不是说 我觉得很可惜就是说 譬如说有人说 啊我这什么就不能一起去 不是 就是说 其实尤其这种营地的话 你就可以大家混合在一起 对 而且开露营房车也可以吧 可以 就真的很方便 就比较符合大家的需求 那同时也是 不习惯露营的话 这也是很好入门的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就是替代方案 可以综合 大家可以综合 mix match 挺好的 我看着都想要去玩 对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露营景点 这也是三个小时的车程 对 他这个就比较接近 往Torangga那边走 Ohopi那边 Ohopi的话 那这个是 也是我们有很多一些 去过的人 他们大力推荐的一个地方 是 因为他的沙滩 除了漂亮大之外 他可以生火 哦生火 对 在海滩上生火 因为在这么说吧 现在很多地方 尤其奥克兰你们知道 有发热门 我们知道 那其实几乎连DOC的 也是很多东西都不行了 对 然后他都会有限制 然后对 在那边 还可以赏金屯 Oka 对 Oka Oka其实还蛮多地方看到 我这一次出去也看到 真的啊 所以我这一次出去也看到 好好运哦 我是都没看过 这都必须是 我坐船出去才可以 没有 他真的游得很近 我这一次在 这个几个北边 就一个半小时了 他都已经游到岸边 200m了 他就已经那个 你基本上 每个人都看了 一清二楚就站在旁边 真的啊 好棒 而且你看 这厨房很新颖的感觉 对 他这边就是 他也是设施蛮好的一个 Halladay Park 所以他里面 厨房东西就比较完整 还有洗衣房 对 洗衣房 那其实 这也是我当时 另外刚刚补充一点 说在考量设施的时候 如果你去的天数 比较多 对 天数的时候 你就洗衣就变得 是很重要的一点 是 对 因为如果你去DOC 如果连续一直去 那你就没有办法换洗衣服 就可能就比较麻烦一点 对 你就可能要自己洗去晒干 对 那就难度会比较多一点 是 那常常有时候 你有两种方法 就是你可以在中间夹杂 就是总有一天 要能够洗衣服 对 对 要不然你衣服要带的 数量有限 对 然后他也有 Playground 对 他还有另外就是 他有水道 也有滑水道 他有该有的 基本的都有 对 看着很舒服 对 其实我之前 因为我之前去都是DOC 所以我一直没有办法想像说 纽约的这个录音景点 这么方便 然后设施这么多 是 对 就是大家真的可以 就是看完我们这一集 你可以订几个清单 我们刚刚讲的 是 例如说你不想离开奥克兰 或者是你不想要住帐篷 可以去小木屋 都有选择的 对 太棒了 好我们再来看 这已经是最后一个了呀 是 这个车程又比较短 1.5小时 对 这个也是 就是这个距离也不是很远 它离我们有些人可能知道 那个山羊岛不是很远 但是山羊岛前面一点点 那它这个地方的话 它是也是一个内弯 它的内弯的好处就是 它到退潮的时候 整个退潮的时候 它会退到只有沙子 它会只剩像 就是变得有点像泥巴沙子的情况 所以它中间有一个小岛 你可以直接走上去 对 就是小朋友可以直接走到那个岛上 对于尤其小朋友很小的来说 它就会有一个还更安全的东西 就在那时候不会有任何危险 然后或是当那个沙子退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螃蟹跑出来 那小朋友就很爱玩 就觉得可以去抓 然后你如果在时间点的时候 它旁边常常会办这种试剧 对 它这个是什么时候会有 都在1月多的时候 都在大概在Oakland Anniversary 就是在这个周末 对 差不多 对对 就是我们差不多 因为我们2月初 就有两个假期 对对对 一个是奥克兰的纪念日 另外一个就是 Yatani Day 对没错 它就是anniversary 它那边也有一些基本的 像这种烤肉的基本上的都有 对 这个也很方便 因为我听你说 跟韩国朋友去露营 他们一定要烤肉 对 他们要烤肉 而且他们要烤韩烤 韩烧 他们的要求比较多 跟他们去露营还蛮开心的 好多好吃的感觉 对 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吃烤肉 挺好的 然后场地也挺大 小朋友都可以自由奔跑 是 那它这个你看 我这边营地扎的中间有这么宽 然后我车子可以停在对面 然后这块地方就 你就随便用 所以它的地方也很宽敞 对于小朋友来说 或是你的帐篷多一点 大一点 你就不怕 所以就是也比较来说 就比较没有这些压力 对对对 因为有的时候 那个大小 要挤进帐篷是一种压力 因为你的东西多的时候 对 我还很好奇就是如果说我们去露营 他就画一格一格的吗 还是说他就说 这边这块大概都是你的 你自己搞定 那现在 你刚刚问的很好 某某这个问题 现在很多 如果是这种Holiday Park 他很多就会画 他会画 他画得很清楚 因为会不会怕有纷争是不是 就想说 你站到我这边 我位置不够啊什么的 对 因为他实在有限 那他就这样 而且有些还跟你说的很清楚是 你的绳子都要在线以内 因为如果你只是帐篷贴着 那你绳子跑到人家家 那都过了嘛 对 等于说你都对 我现在大家可能会有点不能想像 我能够想像就是帐篷是这样 然后旁边都有线支撑 钉在地上 对 所以他的意思说 你连这条线都要在它的范围内 对没错 那超过你就占了别人的位置 是的 要不然因为每个人都过的话 就没办法 虽然理论来说 线好像是可以互相交错 可是你也不想你的帐篷贴着 在你那帐篷 所以因为线基本上是让 双方稍微还保有一点点隔开距离的 一个唯一的地方 可是我也觉得很奇妙 因为我觉得露营应该就是 大家还是要稍微有点自己空间 要不然那个夫妻讲话打小孩什么 就是比较大声不是会互相干扰吗 其实很困难 因为就像这一次好了 我们家小朋友出去的时候 晚上想上厕所他就起来哭了一下 然后应该隔天早上几个妈妈说 昨天是你们家哭吗 然后就我心想 对就是基本上不能说传千里啦 但是营地如果不大 只要一个小朋友哭半个营地都听得到的 所以因为帐篷没有 基本上没有任何隔音 你可以这么说 你声音只要大一点点就听到了 除非你只有whisper 就是那种 我可以讲啊什么什么这样 对那所以 这个心理介绍先做好 对就是说在那边 如果你要小声讲话的话再见 要不然你一讲话 基本上就是大家都听得见 尤其是要到睡觉的时候 因为很安静嘛 是 然后还有很多营地会有一个安静时段 对 就是像他们像我们去的一些营地 他就说明十点半以后 就请大家通通要安静 就不能够再 就是大家就要回去休息了 对不要再大声喧哗 因为其实有些人就是比较早休息 而且在纽线本来就是 我觉得我发现很多人 就是九点十点就睡了 是的 对他十点半已经算是定的稍微晚一点 考虑到大家的需求 对对对 对好呀 我们今天盘点了十个就是在 主要在北岛啦 这个录音景点 下次我们可能可以聊聊南岛录音景点 或者是还有更多录音话题 再来跟我们分享 那你最后要再给大家一些 特别是可能录音新手一些建议吗 在挑选这些录音景点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说 基本上如果有这个 你如果找到一个好景点 适合你的话 你就继续去着 因为其实录音的景点好与坏 是在于你自己跟你们家人 跟你去的同好 我一个朋友说了一句很好的话 他说去哪里都不重要 跟对的人一起去最重要 然后我觉得这句话才是经典 因为在纽西人来说有太多美好的地方 然后其实每个都有优缺点 没有一个说适合所有的人 没有一个不适合所有的人 但是只要他适合你跟你们同行的人 我觉得就够了 是 听到这我就马上报名 下次我也要跟 Water他一家去录影 我觉得你做的准备实在是非常多 而且可能我们在行前 先了解这些录影地 因为今天已经有针对不同的录影地 包括他们的特色 他们的优点在哪 你可能已经想好你自己 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 因为说我想去玩水去冲浪 然后做好准备 就可以有个快乐的录影行 也许这就成为你们家新的一个传统 因为每年都可以去 对 没错 太好了 今天再次谢谢我们录影达人Water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如果说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留言给Momo 或者是发送短信到我们短信平台 我的email是 momo.yatnzcng.co.nz 快乐生活加轻松过生活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by bwd6